剛剛的魚子讓它一點點稿 有沒有 黃芥末醬有沒有 黃芥末紫的那個醬 你這裡面是橄欖油是不是 不是 那個是白酒醋 這樣有點生氣喔 不是 是 大哥 大哥 你剛剛滑滑過來 WAVE 來 第二道國宴料理 菜名叫什麼 你好 你有做過國宴嗎 我還沒做過國宴 但是我在法國留學的學校的主廚 就是專門做法國總理的總統的 公廷料理 好棒喔 所以我們在學校其實都去學說 怎麼樣去複製他們的公廷貴族料理 然後導致說會有後來的這個法式料理 當代料理等等的這樣 所以像今天我就準備很多像清湯 或者是牛骨肉汁 或者是馬鈴薯泥 還有煎牛肉 然後還有一些脆片 五分鐘耶 五分鐘 哇 那我們就先來煎這個牛肉 大哥等一下不會幫你你知道嗎 你不要這樣嚇他這五分鐘 會啦 會啦 可以啦 高湯也熬好 醬汁也弄好了 不要弄好了 他就開始組裝了 對啊 牛肉 我用蘇菲的料理 用蘇菲的料理 那是現在最新的一種料理手法 你是蘇菲的最新的一種料理手法 五十七度兩個小時 五十七度兩個小時 菲力 菲力這時間 五十七度兩個小時 大概幾分熟 大概六分熟 六分熟 對 六分熟 那是 這是甜菜羹跟柳橙汁 柳橙汁 我要做一個甜菜羹你 你知道我八十度 是不是可以一個小時 不行 因為牛肉最佳的熟度就是五十七度 到五十四度 對 因為溫度越高 它蛋白質凝結的程度會不一樣 就會變硬 反而變硬 反而會變硬 剛剛馬鈴薯烤過 然後加了鮮奶跟奶油 奶油你放很大塊耶 它是一比一 因為我們做的是 比較傳統的法式的那種 馬鈴薯跟奶油 對 它的技巧用在這 因為我們以前做馬鈴薯泥 我們通常都是水煮過後 我們才會這樣子加 它今天這個技巧用的是烤的 大概變成這樣子之後 有點像是Gelato的狀態 才會餵一下 鹽巴 可是像它在烤之前 要在水煮過嗎 還是就直接 不用 直接烤 直接烤 烤手把皮拉掉 就可以了 整顆進去烤 烤跟煮差別在哪邊 口感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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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跟香氣更濃熟 香氣也不一樣 就是地瓜也是一樣 就是烤地瓜跟蒸地瓜 會是不同的香氣 然後這個是雲丹醬 就是我們熟知的海膽醬 我做一個海膽醬的鮮奶油 它品質都好可愛 對啊,很可愛 它奶瓶 它好多工具哦 你可以Jerry借的嘛 這我自己的 拜託佑生很多工具好嗎 它很厲害 可以有可能 時間內 對啊 這次沒有蒸了 倒數在外面了 整塊的 整塊的 漂亮 就是這樣 它的肉汁還在滴 漂亮 漂亮 然後這個很脆弱的 很脆弱 會敲碎嗎 不會 要吃的時候才敲碎 這是頭上 然後這個時候 人員嫁物的感覺嘛 肉 肉剛才那個 輸肥了半天 又煎了個半天 然後... 香氣不一樣 我又不讓人家看到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就是法式料理的特色 它就是要在面前切給你看 對 在你面前切給你看 你在那個小的鑄鐵鍋裡面 放什麼 牛骨肉汁 所以是奶瓶 對,奶瓶 奶瓶要不要做到一個小時啊 不只哦 大概要... 做到來要十幾個小時 你要快,時間要到 時間要到 煙燻鮭魚 剛剛的魚子讓它一點點稿 黃金墨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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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裡面是橄欖油是不是 不是 那個是... 白酒醬 好像有點生氣啊 對 不是 不是 他說那個是... 他說那個是芥末紙 然後把它煮到整個粗膠 這個樣子 對 這是他隱藏的小技巧 好多格式哦 有銅鵝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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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雞湯 或加蛋白 澄清雞湯 對,去強化的味道 好漂亮哦 漂亮 好像飲料哦 今天國宴大概要... 反正完成好像有點難的 國宴其實就是五分鐘 我們是很挑戰 但是還是會... 因為有很多小裝飾會啦 對,盡量要去... 要去滿足 不錯,你有時間內容 馬鈴薯泥呢 差一點 小心哦 那兩顆羊鵝要煎嗎 這個好看,我想不到... 不用 那個夾了 這兩個木雕 那是木雕、羊鵝 這是我從法國薩瓦 去帶回來的木雕 好可愛哦 馬鈴薯我最喜歡的馬鈴薯 這樣放了 馬鈴薯泥 在其中泥那旁邊就可以了 好的 好 準備大聲爆火 好,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夠了,這樣就夠了 好,知道 耶 待會兒那個牛排是... 只能蘸肉汁囉 還有其他什麼醬 沒有,其實可以蘸馬鈴薯泥 甜菜根 或夾著這個煙燻鮭魚吃 都有不同的感受 然後覺得不夠鹹的話 再加一點點鹽 掉一點鹽就可以了 沒錯 我們知道它告訴你口感啊 對啊 我本來想讓你們吃了,你完了,來 好,有馬鈴薯泥 是有馬鈴薯泥 有馬鈴薯泥 絲 好有馬鈴薯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